台中嘉明长照中心 来了20多名军工国小学生 演奏直笛给爷爷奶奶听 接着唱歌按摩和长辈互动 还帮寿星庆生 为他们吃蛋糕 祝你生日快乐 另一头志工来到苗栗头粪安心居 各展所长用音乐与长者同欢 93岁的张老先生 由儿子陪伴前进礼佛 他的动作就跟他以前 在拜佛的时候那么虔诚 那我看到以后 我也是很感动 而丰元太夫养护中心 充满欢乐 坐在轮椅上 也能随着音乐起舞 小宝小宝 志工给著名奉茶 带领大家何时祈福 老菩萨发心行善 不落人后 此外进一大学的瓷青替长辈 涂抹乳液按摩 帮助血液循环 并鼓励他们动手画图活化细胞 社工系的燕君把对自己阿嬤的爱 化为大爱 路上遇到一些长辈们 需要去协助他们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伸出我们的眼神 志工用实际关怀 让护理之家住民沐浴在爱与慈悲中 身心皆自在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综合报道